小朋友在餐厅内敲碗盆大声吵闹 破坏用餐环境的宁静 尽管客人表达不满店员也出源提醒 但家长却还是没有打算制止 类似的情况经常来日本餐厅上演 少主化的趋势家长把小朋友当成宝 调查更发现 平均高了六成的家长比起当严父严母 更想成为孩子的朋友 就算小孩在公共场合吵闹 宁愿被别人侧慕 也不愿责骂小朋友 类似案例越来越多 有餐厅干脆禁止小朋友入内用餐 有的则是甜点 有的则是贴出告示希望家长不起教导责任 让孩子理解在公共场合保持安静 是对他人的礼貌和尊重 适度的教导训斥不过分拎爱 才不会害小朋友失去学习成长的机会 三连新闻 五远全报道